大家好,我叫彭琳希 歡迎來到魔法學校讀書會 今天我要為你們介紹的書就是 我們來看看喔 不是你,不是你,也不是你 就是你 這本書的名字是雙鼠季 一個老鼠公主 湯漢棉健的故事 英文是The Tale of Dustborough 這本書 在2004年 得到Newberry Medal 這本書是分成四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 是關於一隻小老鼠 牠叫貝爵 牠愛上一個人類公主叫 豌豆公主,豌豆公主想當 貝爵的朋友,貝爵也想當 豌豆公主的朋友,但 豌豆公主的爸爸不讓他 跟貝爵當朋友,因為 他非常 討厭蠔子 和老鼠 第二個故事 是關於一個號子 叫明暗,但每一個人都叫他 阿暗 阿暗非常討厭豌豆公主 是因為豌豆公主的媽媽 她非常非常喜歡湯 但在一個派對上 阿暗不小心掉進 女王的湯裡面 所以女王大叫一聲 掉到地上 死掉了 所以現在 國王那麼討厭 老鼠還有浩子 阿暗 住在地角裡 黑暗 非常非常黑暗的地角裡 阿暗的生活 幾乎只有黑暗 死亡還有老鼠 有一天 工人打開地角的門 阿暗 那個光就全部進來 浩子應該非常討厭光 但阿暗卻愛死了 對阿暗來說 光就是像 一個有趣 亮晶晶閃閃發亮的東西 第三個故事 是講關於母豬米格莉 母豬米格莉是個小女孩 她是孤兒 她六歲的時候 她媽媽就死了 她爸爸把她賣給這個大叔 母豬米格莉每天都在大叔家 洗碗 炒飯 鋪床 還有掃地 但卻沒得到一句謝謝 但有一天 士兵來 他們來跟大叔講 他們要拿走他的湯鍋 湯汁還有湯碗 是因為現在國王決定 喝湯是違法的 大叔就跟士兵講 他養了一個女孩 然後士兵就說 抱歉 養別人的孩子是違法的 所以母豬米格莉 就跟士兵回到城堡去 跟豌豆公主一起住 當他的仆人 第四個故事 是講關於阿暗的邪惡計畫 來消滅公主 阿暗知道母豬米格莉 非常想到了公主 但他也知道 他自己想要消滅公主 所以母豬米格莉 現在不知道 阿暗只是在利用他 阿暗真正想做的 就是消滅公主 讓公主永遠 看不到他的爸爸媽媽 但悲訣 就像小小的白馬王子 勇敢地去地角 地角裡面 來救公主 把他帶回家 來見到他的最愛的達達 這本書有什麼特別的呢? 啊! 這本書的特別 是因為 第一 這本書是分成四個故事 而且那四個故事 是連在一起的 第二就是 這個作者 在每一個書長裡 都會像 在跟你講話差不多 像 比如說 讀者阿 你沒忘記我們的小老鼠吧 或是 這裡有 讀者阿 為了回來儲值的問題 你得繼續往下讀 所以 就像這樣囉 下次見